老闆 我们的时间到了吧 还没有吗 这个年头钱真的很难抓的 唱麻烦很难抓 一定要唱到完毕 我们谢谢赵玉姐 各位 我这个很杰出很棒的我的琴手 弘扬 各位 我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觉得很感动 今天我们竟然在这么一个美丽的 有点像在森林里面的一个都市丛林里面 竟然有一个有森林的感觉 我觉得我好棒 各位 我最近我这个艺术 我可以置入行销吗 我的话 各位 我最近我的画廊就在华山一文中心旁边 大家拿笔记一下我的柱子 金山南路一段九号七楼 金山南路一段九号七楼 就在华山一文中心旁边 那个是一个台湾应该是目前全台北唯一的一家 以原住民为主题的画廊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过去看一看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个画廊呢 因为这个画廊在特别在画台湾当代原住民的艺术 因为我发现虽然我们在台湾 可是对台湾原住民的认识不是很深 甚至有很多的刻板印象 那我希望大家透过这个画廊可以多多了解 在地我们自己的同胞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土地受伤了 大家都知道BOT开发案之后 就是像在台东的那个三元湾 有一个美丽湾 很丑的一个美丽湾 饭店该在那个地方 他们没有经过环平 那个是绿西龟要采软的地方 那个是阿美族办海基要办的地方 他们就大剌剌的在那边盖一个 很丑的钢筋水泥建筑物 其实这是很不对的 那好山好水要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不是吗 那大家就是要到花莲跟台东 不就是要看那个好山好水 不是那些钢筋水泥不是吗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或者说你有 机会我欢迎你来伊朗 我会在现场做导览 每个weekend我都会在那边做 那有一首歌 我想最后我要献给 特别就是献给阿德 谢谢阿德 也谢谢阿琛 然后谢谢主办单位 还有谢谢这边的里长们 还有下面的长官 各位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 但是我很开心 可以在这边有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度 一个美好的夜晚 这首歌叫奇异恩典 献给大家